为什么就是离言说下 离文字下 离心言下 连那个心意识心统统要放下的东西 你干嘛在文字里面 经典里面打转 所以祖师大德不是告诉你吗 那时候人家看经典了 看穿了牛皮 我看经典了就遮遮眼睛 你懂这句话意思吗 遮遮眼睛应付一下 法的东西它一定要回归到绝 不觉 又彻底的在决讯里面 那你们为什么一直在这边听经听的那么多 为什么不觉 因为人所习气太重了 我在说什么他根本没在让我听 辜负我老人家的一片好意 重复一直跟他求证 众生彷彿他就是这样子 一次的信息 两次的信息 然后提息再一次的警告你 然后就 哦哦哦 要回归完照 然后一个礼拜以后 懒懒散散的 哦 师父今天讲的这句话 产生了作用 以我共鸣 一个礼拜以后 又没有什么共鸣了 没事 我老人家就是这样子 主事到这一吻 一吻就牵吾 然后就 就没事了 我们就是 就是麻烦这善知识拼命在这边一直讲 也不买什么东西给我吃 出产 环境 那你要怎么样才能够出产 这同学们 你要怎么样能够出产 你要冷静想一想 怎么样能够出产 你一定要放下这些烦恼才是真正修行的人 唯心 一切山河大的一切烦恼都是唯心所造的东西 放下就会见到的东西 你银河一年一直放不下 出产环境 有两种像 而言生子 以前引阿赖也生一切法 这就是所生的净法 因为阿赖也是染静和和嘛 那么有本节的内心的力量 什么叫做内心 就是回光返照 有本节的回光返照的力量 发现本能 内心 因为本节不是外来的 它是由里面散发出来的光明 所以就是内心之力 比如说我们听到无常法 就放下得失的观念 今天我失去什么 我知道这个是得失的观念是错误的 这是烦恼的根本 我知道这个就是内心的 慢慢开始产生智慧了 放下的功夫了 这是内心之力 发起始节之志 转然令见 成此恶相 所以讲生 然二相 一笔本节自体 二相就是自相 就是自敬相 不失一夜相 这两相 一笔本节的自体性 不相舍离 注意听 自体不是什么任何一个东西 不是什么东西 你不要把这个清净心 信空的东西 然后跟缘起把它分开来 同学们 缘起当下就是信空 而不是说我拿一个信空 然后加一个缘起 把它像水跟牛奶冲在一起 它不是这个意思啊 以所有的缘起法本身就是自性的东西 自性本自空 也就是不离当下的东西 你不要说像水跟牛奶一样泡在一起 就是讲缘起跟信空 这个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本体如果发挥了智慧 我们就像他说文书实力菩萨的大智 我们自性发挥成大悲救度众生显现在外面 这叫做大悲观世音菩萨 我们如果说这个自性清净心里面 发一个大愿要普度众生 就如同地藏王菩萨 对不对 那我们如果好好地精进 修普贤十大愿王 这个叫做大恨 无论你是大恨大怨大悲大智 或者是弥勒菩萨的大慈 都是同样的本体 在无量的事项里面 它当体极空就是本性 只是显现的事项不一样 所以我们讲那是大智 那是大悲 那是大怨 你总不能说观世音菩萨没有愿力 大悲它只有悲 它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怎么悲呢 没有愿力怎么发作这个慈悲心呢 不是这个意思 智慧的本身就记住了悲愿恨慈 悲的本身就记住了智 就是一切的五大菩萨里面的 这个诸佛菩萨 就是五大菩萨的体性 五大菩萨的事项 就是显现诸佛不同的 悲至愿力的东西 都是同一个体性的东西 都是同一个体性的东西 所以我们不了解本体 我们一直把本体当作是一种 以我们不相干的一种名词 以为说本体是合在哪里 不是这样子的 这就落入一种自性见 以为自性是一种见 它是一种存在性 而这种存在性是一种隔阂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明本节环境 一笔本节不相舍离 就是致敬相 明本节环境出产之相 如果你本节摆脱了 这些烦恼之相 怎么样 你就清净了 不是业相者 是明本节环境业用之相 业用就是身口业 能够起这个作用 所以说致敬相者 明本节环境出产之相 不是业相者 是明本节环境的业用之相 一个是出产之相 出产就是经过透过的修行 也就是透过的修行 那不是业相是修行完成的佛道 然后它就产生了清净的业用 此之二相 就是致敬相跟不是业相 若离染缘 则不得尘 意思就是 如果你离开了这些染污的外缘 这怎么样 则不得尘 也没有办法成就佛道 成就这个清净之相 所以就是水染 所以我们如果要了解佛性 我们要了解佛性 一直用逃避的 那是一种错误的 所以禅宗里面讲的 有的人不喜欢看到自己的影子 拼命的逃 拼命的逃 可是他不晓得影子 随处可见自己的影子 他只要逃到 他只要进入阴暗的地方 只要阴暗的地方 就怎么 就见不到影子 我们也是 我们不了解自信 当体即空的东西 我们拼命的一直在追求 希望把这个搬到美国去 搬到加拿大去 或者是搬到澳洲去 希望移民 然后呢 烦恼比较少一点 因为台湾要战乱 怎么样 他不晓得福德因缘的东西 是随身具足的 除了在不得已之下 我们才做移民的工作 我们现在 台湾活得好好的 动不动就要移民 就像今天报道的 有一个大学生 台湾有五个大学生 到加拿大去留学 到加拿大去留学 然后叫你去留学怎么样呢 开了一辆车子 撞到 发生车祸 死了四个 死了四个 今天报道了 死了四个 在台湾 在台湾不死 跑到加拿大去死 都是留学生 都是留学生 人的出生 他本身就有定数的 就有定数的 夜是如影随形 你们要好好的体会的 所以要在阴地上下功夫 就是我一直修复 一直改变自己 一直为人群服务 我们不要内心里面 一直想要逃避这个灾难 碰到你逃不掉的 你逃不掉 如果你都可以 躲过灾难 那你比释迦牟尼佛还厉害 你比释迦牟尼佛还厉害 对不对 释迦牟尼佛都说 夜如影随形 你都可以逃离这个夜 那还得了 那就是根本就没有 因果的存在性 对不对 所以说 你如果要死 一定要死 在台湾没有死 逃到加拿大一定死的 你就是在加拿大没有死 你就逃到美国也要死 美国没有死 你逃到瑞士还是要死 那个时间 要你死 你就一定要死 非死不行 没有办法的 所以 脚肉穿着手 困难净念 阿丹丝 阿丹丝啊 不得被安装 那你能怎么样 碰到的 一个都逃不过的 对不对 哎呦我搭飞机 不晓得哪一辆飞机 飞上去会空难 你怎么知道呢 对不对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他在坐飞机 坐飞机 然后他本身 他有一种地溜感 还有一种阴阳眼 他阴阳眼 坐飞机的那一次 要上飞机的时候 他觉得奇怪 好像跟了很多人上来 这次坐飞机 好像跟了很多人上来 好像不怎么对境 然后他就带着他的爸爸妈妈说 妈妈 今天我坐这个飞机 好像很奇怪 好像不太对境 然后旁边有一个大官 大官是很有福报之相 很有福报之相 很有福报之相 大官就上飞机了 就上飞机了 然后他说 这好像不好 不好 结果母女就不做了 不做了 上飞机以后 空难 结果生下那个大官没有死 整个飞机都死了 在还没有发生空难以前 有阴阳眼的人一看 就跟了很多鬼魂上去了 他就知道这个要出事情了 所以我们人的眼睛看 好像是机械的问题 对不对 或者是什么样的问题 其实在佛门里面讲 那是业力的问题 那是业力的问题 你碰到这个阴炎 你没有办法 你躲都躲不过的 所以你一座飞机 你也不必看得很清楚 说 现在怎么样 飞机冒烟 我告诉你 飞机冒烟不会死就是不会死 它还是安全降落的 如果要死的话 飞机不必冒烟你就死了 你慢慢地去体会 你慢慢地去体会 若你染炎那则不得成 所以就说 虽然 一个是标烈静 你恶 变相即为恶 一个是鲜明自静相 鲜明自静相 二 不失一夜相 初中恶 一个是执名静相 二 蝶福以情 蝶就是再一次的 福就是除去 再一次的除去 你所怀疑的 这个执着 自静相 我以法力熏悉 以法力熏悉 那么 法力呢 当然就是 依照真如之法 如实修行 如实修行 如实相法 如真如法 去修行 也就是说 透过真如的实力 然后趁实而修 这个叫做如实修行 满足方便 在这里要注意 满足方便 意思就是说 所有因位 只有佛是果位嘛 意思就是实地菩萨 以前 叫做满足方便 因位以及 因果的因 因的位置已经集 那就是当然是实地菩萨了 实地的行踪 修行的终点 叫做满足方便 意思就是说 所有的因 都填满了 那么所有的因 都填满了 那么再来 就是佛果了 那么当然是实地菩萨 就接近佛果嘛 所以满足方便是指实地菩萨 实地的行为 破满足方便 破满足方便 破何何事相 破这个生灭不生灭的何何 所以灭这个相续形象 灭这个相续形象 我们的分别跟执着不曾经断 就算断了我执阿罗汉 阿罗汉 法词还是没有断 所以显现法身 至唇禁锢 这个唇跟这个单唇的唇是一样的 或者是翻译成大 大至大禁锢 翻译成唇也对 翻译成大也可以 第一句首句碟 底下就解释 先因后果 因中依法律循循者 按照法的真如实理 怎么样 去循循 地菩 那就是知良位 家行位 知良位就是三贤 实柱实行实灰相 加行位 在施地前 地前 知良位 知良就是三贤位 实柱实行实灰相 加行位 四加行 以真如之法 内勋之力 以及所留的教法 怎么样 外缘勋力 外面攀缘这个勋力 发起这个信解勋修 成熟善根 如实修行 这个外缘勋力 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佛在世的时候 佛的三叶殊胜 他的身口已清净 很无量的智慧 他要引导你 要叫你悟 很容易 善之事 容易 那么佛密度以后到唐朝来 那么一些主师大德 这些都是菩萨视线的 还算有修有正 从宋朝以来 就非常的困难 根气漏裂 再来 就是外缘并不殊胜 没有佛 也没有一些高僧大德 那么就是高僧大德 现前我们也不懂得去亲近 所以这个外缘的力量 对一个修行人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灵与智者同哭 不与愚者同笑 我们宁愿跟大智慧的人 同样的哭泣 不跟一个愚痴的人 在那边同笑 何以故 大智慧的人在旁边 心虚力特别强 那两句话 就会让你觉悟的 跟一个愚痴的人 一声一声 听不及一句营养的话 你听了一声一声 也没有一句营养的话 也帮不上什么忙 一点用处都没有 所以这个外缘的虚力 虽然说我们佛法本身是真如 是由内往外的 自我观照的 但是如果碰到善知识的引导 就很容易发现 我们内在的真如 很容易的 所以善知识也是不可否认的 登地以上正真如的实力 趁死而休到实地行中 这是实地的行为 这算是终点战 在金刚心中 因为以及成佛的那一刹那 叫做金刚心 明满足方便 满足方便 在这里讲金刚心 在嫩言讲 嫩言大定 完成的嫩言大定 果中有治果跟断果 两种果 由金方便 破何何事内 一分不觉之相 险其一分本节之性 此根本无名禁 其实是无名不能禁 此是说 能够放下这个无名 连维系的都了解 它本来就是空性的 方便讲说无名禁 因为在修行的角度 有始觉嘛 所以才谈到有些 无名有所谓的禁 因为心经里面讲 无名禁 亦无名禁 无劳死亦无劳死禁 心无所合 心无所合就是 纯清净制 心无所 本来是生灭跟不生灭的合合嘛 那么现在是 纯清净制 那么 就显了法身本节 法身的本节 乃是断果 究竟 注意断果 透过修行 站在修行的 因果的角度 叫做断 有修有断 即此时 灭染心之中的 夜相等等 夜相就是生相无名 最维系的无名 叫做夜相 也就是见相二分之根本 就是所谓的字体分呢 相续心相 灭掉这个染心中的夜相等等 相续心相等等 中间加一个字 但 但 但 不灭去 但 不灭去 不灭叫什么 不能灭去 不生灭的心体 不生灭是真心的 真心是有体的 妄是无根的 所以 遂时 时觉还原 让我们的时觉至还原 集通本觉 恢复到跟本觉一样 啊 那么染颜济习 染颜济习 原至纯净 所以在《念言经》里面讲 歇集是菩提 放下 你就恢复了原来的决训 歇集是菩提 休息啊 休息 歇 歇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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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一会 我们不曾经 让我们的念头 休息一下 我们强烈的分别执着 不曾经说 回光缓照 让我们休息一天 我明天呢 发现要做佛一天 休息一天 我们人呢 从来就是 我明天要休息一天 他只是这个设身休息 设身休息 堂着呢 东分别 西分别 繁繁腦腦一直分别 然后 没有真正的休息 休息一天 第二天 好一点没有 人是比较不会疲倦 那心呢 还是很烦 停不下来 停不下来 没有办法 停不下来 然后一直拜托别人给他快乐 然后一直拜托给人 从练习里面 一直强而有力的 一直痛苦的自己 然后我就觉得 我不晓得为什么 有个电视广告 人家来问我 那是为什么 有个女孩子 有个女孩子 一幕出来 她就哭泣啊 那哭着女孩子就讲啊 她说我以为跟她结婚以后 就是我幸福的依归 我的一切就依靠她 对 我的一切就依靠她 然后 然后这一幕就没有了 然后换一个男孩子 在那边 我明明已经讲过 我不打她 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 就打她 我很后悔 我很后悔打她 我也知道不应该打她 为什么我会打她 那 那 然后 这个女孩子这一幕 又出来 我不晓得为什么 对 这女孩子也不晓得为什么 这男孩子也不晓得为什么 那就问师父 你知道为什么吗 知道 我不知道 女孩子依靠这个男孩子 她想要让她爱惜 那男孩子她本来就很疼爱她 不晓得为什么要打她 叔叔你晓不晓得什么原因 很简单 就是无明 没有任何的原因 里面无明不断的 没有幸福可谈的 没有幸福可谈的 不可能的 所以夫妻结婚 那争吵是很正常的 两个都是无明的 对不对 两个都是无明的 众生 所以生理的儿子也是无明的 哥哥高追 他也是无明的东西 对不对 还是无明的东西 除非是诸佛菩萨来实现的 所以没有 在这个世界呢 没有一样不是无明的产物 没有一样不是无明的产物 所以你要染眼济喜 圆至纯净 我们圆满的智慧就纯清净 成以应生 所谓应生就是成就活到以后 应化生 普渡众生 成以应生 然后始结义 乃至果究竟 又阿赖也是有绝不绝而已 生灭不生灭何何 生灭不生灭何何 现在破这个何何事内 无明不绝之相 灭夜是灯 夜是灯 所以生灭相细心相 生灭寂灭 则比不生灭本觉的法身 自然显现 所以自体出场的纯净固 有了纯净 纯粹的清净的智慧 它的凶量就如同虚空一样 它可以容天容地 容白容黑 容善容恶 容大容小 它任何的相 它都可以容纳 所以在凡夫位里面讲 还没有办法做到融合在一起的话 争吵是必然的过程 有人讲 说我们因为不了解而结合 我说我们因为了解而分开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因为了解而结合 我们也可以因为不了解而结合 我们可以因为了解而分开 也可以因为不了解而分开 众生的无明是一直在变化的东西 一直在变化的东西 那师父你能不能告诉我们 人生 人生一个简洁有力有效 马上用得到的 马上用得到的 一句话 可以应用在任何的时间 虽然我们没有成到 但是可以让我们过得很快乐的 有 你要注意听 两种 两种角度可以让你过得很快乐 第一个 你如果没有办法成佛 有无限的宽恕 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 别人都是敌对吗 你无限的退让 退让 什么都退 我什么都退 我什么都退 这第一点 第二点 这最重要的 第一点还做不到 第一点一定会做不到 都做不到 因为需要相当大的功夫的修养 第二点就比较容易了 我保持一个距离 永远不管你好的坏的 我都尊重你 我都给你保持一个距离 你要伤害我 我都保持一个距离 就像两个人 就像两个人 同学们你注意听啊 两个人起冲突 起冲突的时候 没有修养的人 我去跟他理论 他想尽办法 要让对方知道 我的感受是什么 我现在的反应是什么 就去找他 就谈谈谈谈 两个人 鼻青脸肿的回来 这个就是世间能处理的方式 如果我 我不会 你对我们两个起冲突 好 我从现在起 我不讲 我也不解释 我就带着一个欢喜的 接受的心 我不伤害你 就我跟你保持一个距离 你无奈我何 你无奈我何 你在这边 苏菜在背后帮你 只要我没有听到 都可以宽恕你 你来高雄 我走来台北 你走来台北 我走来高雄 反正 我就一直跟你保持一个距离 我看你在这边怎么 你一直找我 那我又不然我找警察来 你能怎么样 我告诉你 这是非常厉害的 这一招 我体会了41年才体会出来 师父你有没有接招 有 36记 走为上策 你无奈我何 我一直跟你保持一个距离 你不外办法 我也不生气 我也不讨回公道 也不解释 我就永远的秉持一个尊重你 这个很厉害的 如果你能听师父这样子 两种 第一个就是无量的宽恕心 第二个我永远保持一个距离 哎呀 我跟你说 你去哪个公司行号啊 他公里的派位 你都别给他解释 我就要师父说 我保持一个距离 我知道你这种人很无聊 对不对 大不了我们发泄一下情绪 不要给他看到 走开 输解一下情绪 然后不要给他看到 这次可以解决一下 烦恼 这就是凡夫为里面 如果你想要得到幸福 想要得到快乐 你想要得到舒服 畅快 心情不响不愉快 同学们 这个是功夫 这个是功夫 如果当然你有功夫 急境离境 那这什么境界都没有关系 没有办法你就 就听我的话 哇 这一招很好用的 但是凡夫大概都要听我的 除非你是禅师或者诸佛菩萨 民心见性的人 否则这一招很管用的 你回去用用看 从现在开始 你今天有不愉快的事情 跟哪个人不愉快 我就保持一个距离 然后 他说 叔叔 那我们公子呢 你怎么没说我们公子 我说 这个很简单 他说我们公子在外面 带着女儿 喝热酒 对吗 回来说了就要打 像一天 八天的信徒来 哇 讲起来就哭起来了 哇 就哭起来了 打到面子面子 那这样 这两个女儿也在打 一直打 一直打 对不对 师傅又怎么样能够不被打 不被男人打 我是很简单 第一个 你那一只嘴巴 过世都在你那一只嘴巴 师傅你真厉害 对 他现在说你都不要把他打 第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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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当做他死了 你当做他死了 我们家的都没有这个人 一说你都慢到他们 你统统不要回答他 他叫你什么 他一你就一 二就二 我念我的佛 我看我的经理 我做我的事业 他去外面 搞你能 你也不要管他 他喝酒 你也不要管他 我就问他 你能不能改变你先生 他说没有办法 那你就赶快改变你自己 不然你会继续正 我没跟你骗 因为你就面子面正 男人外面他有女人 他一定他不会听你的 就是这样子 我如果是今天 我说 我如果说 我是你的道场 不是你的道场 我如果是你的立场 讲错了 讲到道场讲习惯了 我很厉害的 真的 两条路 要不然就离婚 对不对 他说要跟他离婚 他难得又不要 又不要 又不要 我说 然后 又要怎么样 又要怎么样 这怎么可以 又要这样 又要那样 这样就是 要打啦 然后又要那样 那样就是 喔 这样 不合理的啦 这男人很糟糕 又这样又要那样 这怎么可以同时存在呢 这样很不好的 很不好 你一嫁到 你又没有办法 所以我跟你讲啊 有时候听听杀爱的话 我刚好两句话 就会解脱 你就把他当作是死人 真的 这个家不存在 有这样的男人 他讲你怎么样 对 就是这样子啊 他去酒家喝酒 你也不要打电话过去 他以为你在查什么东西啊 他会生气的 通通没这回事情 你忍耐一下 已经生两个了嘛 对不对 对不对 何况他有时候 还会那样 也是对你不错啊 所以 反正有这样有那 啊没有关系啦 你就那只嘴巴 就是 不要那么烧 不要那么 反应那么 那么强烈就好嘛 差不多了啦 我说你不懂 人生哲学 很糟糕 以 执名 镜像 执名镜像 第二 跌幅 以情 跌幅以情 此意淫和 以一切心事之相 皆是无明 你看这个 这起心论实在讲得太棒了 你所有的起心动念都是无明 心事就是分别跟执着嘛 你所有的起心动念都是怎么样 都是无明 无明之相 你所无明所现出来的一切的心相 或者是现象 当下 不离觉醒 换句话说 你想要觉悟 不能离开这个无明所现出来的假象 迷惑的现象 非可坏 非不可坏 非可坏 非可坏就是因为他跟决性不相舍离 非不可坏就是说 因为他有一天成佛 他可以把他除掉 所以非不可坏 不能说他可以坏 也不可以说他不可坏 何以故 你如果说可以坏的话 那是指无明可以坏 那本节不可坏的 所以说非可坏 非不可坏 一个是可以坏的 一个是不可以坏的 也不能说讲 也不能说是可坏 也不可以说 不可以坏 此真是以前 已有二 一个 已真通忘 懷疑啊 这个真心啊 同样跟这个旺心一样 恐闻缩 动比精心 恐怕听到啊 然后啊 动到 清静心 乘以起灭啊 变成就是变成 变成了有生灭的心 听到以后 把这个清静心啊 动到了 清静心动念 就变成旺心了 乘以起灭 起灭就是生灭 那 今即相细心灭 相细心灭 怎么样 静心应灭 以为啊 这个清静心也就灭掉了 他以为啊 这个相细心灭了 哇 我们连这个清静心的本体 都被灭掉了 那么这个是断见 断见了 忘心是无根的 静心不会灭的 清静的智慧心不会灭的 所以是云 所以就是要解释 以一切夜市等 心事之相 皆是无明不解 你只要起心动念 都是无明不解 那师父呢 我不起心动念 那怎么办呢 功夫不够的时候 就多多回光缓照 回光缓照 回光缓照 反照到能所亦如 无法不如 无一切法不如 同学们 简单讲 要进入真如的状态 很容易 你只要以无相修行 无念修行 无所助其修行 很容易 就会进入真空状态 真如 见一切相 不可起不可舍 起不得也舍不得 当体即空的东西 修行人 一定要在无相下手 这是成就佛道的根本 你在有相执着 有相就是心事 有相就是心事 用心事修行 是永远不能成就佛道的 也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要以无相修行 所以心事之相 皆是无明不解 欣喜而有 欣喜而有 欣喜就是外境 无始节雖然是心所产生的 但是不了解这个境是假的 所以自心起自心 就是所谓的欣喜 由自心清静心 便是境界 然后再欣喜我们 不清静的心 然后沉沉的阻碍 现在灭掉生灭之相 生灭之相就是无常 所有相皆是无常 本来就是不可得了 也并非灭不生灭之性 不是要灭掉这个不生灭的本性 因为真心是有体性的 真心不可灭的 灭掉真心 你怎么有智慧去度众生呢 所以毕竟真不同于旺 真心不同于旺心 二疑真旺一体 第二是怎么样 疑这个真旺是不同的体性 不明 恐怕闻这个世相皆是无明 世就是心啊 相就是外在啊 恐怕听到这个心跟外相 都是无明所想象的 所以说得灭 以为可以灭掉 转记别有体性 以为另外有个体性 怎么样 离开这个真如有另外的体性 他不晓得当下就是真如 无明思相啊就是真如 无明思性就是伏性啊 所以解释说 无明不觉之相 本来是依真心而起的 因为真心一念不觉嘛 是不离谁染本节之性 也不能离开谁污染的本节这个性 其有个体的不能讲开 不能讲有个个的体性 是无明之相 就是无明所现之相 以本节之性非一非一 如果你能容一切无明的相 容一切的相 所现出来的相 当作就是你的本性 你就是一个大错误的人 会无量的相 为一性 也就是无量的现象界 本身就是持悲喜舍的本性 所显现出来的假象 也就是说 当你在所有的现象界 体悟到持悲喜舍这四个字 你就完成了佛道 你就完成了佛道 任何一个时空 乃至于仇人 乃至于仇人 要你死的人 你都用一颗 慈悲喜舍的心 一直跟他相处 同学们 这些现象 都对你没有作用 都对你没有作用 慧相归性 这句话是 所有十方三世一切佛修行的根本 慧一切相归一切性 因为 这都是我们自性里面显现出来的 那本来无一法可得嘛 本来无一法可得嘛 所以无明所显现出来的象 以本节之性 非一非义 也不能说是义 但也不能说是义 也不能说是同一个 也不能说是不同 非义故 非可坏 因为不能讲不同啊 不能讲不同 所以不能坏 非可坏 不能说可以坏掉 因为是同一个东西 非义就是同嘛 非义就是义嘛 也不能讲同一个 不能讲同一个 当然可以除掉啊 有肮脏的 有清净的 当然要除掉肮脏的嘛 非不可坏 不能说不可除掉 这个坏就是除去的意思 非不可坏 不可以说啊 不能除气 无明 坏就是破除无明 叫做坏 如果就非义 非可坏 这个道理来说 意思就是说 非义 那么就是同 非可坏 不可以破坏 非可坏 不可以破坏 那么就是无明就是明 因为不可以破坏嘛 无明当下就是明嘛 所以宁盘经里面讲 明与无明 七性不恶 不恶之性 即是实性啊 宁盘经讲得太好了 宁盘经讲得太好了 就是太厚了一点 太大坏了 不够大坏了 比法华经更大 比法华经更大 若就非义 非不可坏义 那如果就非义 非不可坏义 那怎么样 说无明灭 绝性不坏 非就是义啊 如果讲 他不是同一个 那怎么样 不能破除 不可以说 不能说不可以破除 意思就是可以除掉 那么说无明灭 我们方便说无明灭掉 那么诞生的绝性不坏 绝性不坏 经文 以非一义 依据这个非一 生灭跟不生灭 这个角度来讲 就是非一啦 也就是说 生灭跟不生灭 是非一的角度 这个道理来说 说相细心相灭 说相细心相 相灭相续心 这个相 连续的幻觉 连续的见相二分的分别执着 灭掉 那么真心不同于妄心 因为有改变了嘛 真心不同于妄心 如果按照这个非义的道理来说 非义 那么就是同啦 不能说不同 那当然就是同啦 意思就是说相不离性啊 真妄一体的 真妄一体的 如是则恶意 焕然兵士啊 如是啊 这两种华语啊 焕然兵士 这个焕然 就是消散的意思 是就是消融 这个是出自老子 老子第十五章里面说 唤兴若冰之将是 唤兴若冰之将是 就像冰块消融四地消散了 形容解除了疑团 或者是误会 叫做焕然冰是疑 如果大海水 如大海水 大海水就是真心啊 因风波动 风就是无明啊 波动就是夜市显现啊 渐相恶分不相舍离吗 那么渐相恶分不离自体分吗 所以说 如大海水 海水就像我们的真心啊 因风动 风如同无明啊 波动如同夜市啊 开始转变成了 有能取的 见分所取的相分啊 然后水相 风相 不相舍离 所有的夜市的变化 以及无明 怎么样 都不相舍离 所有的夜市就是无明 所有的无明 都是夜市啊 那也可以说 所有的无明夜市 不离真心 所有的真心 就幻化成 无明跟夜市 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水相 风相不相舍离 而水非动性 水是本来不动的 如果风子灭 如果这个无明停止了 动相则灭 怎么样 水相就没有了 有没有 湿性不坏 这个真心也不会变化的 湿性就是如水之湿性啊 水本来就是有湿性吗 水是湿性的吗 对不对啊 水有湿性吗 水的湿性 本来就不坏 意思就是真心 就是不变的啊 那么我们怎么样 可以 可以除掉这个无明 同学们 无明 不是因为境界 是因为你心起执着 一直追求一直追求 嗯 一直追求 那么你一直追求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 得到真心 得到真心 那我们从小的教育 就是这种教育 全世界的教育 都不是觉性的教育 只有佛法是觉性的教育 我们从以前小时候 他就是一直教导你 一直教导你 教导你怎么样 教导你执着 因为所有的文字像 语言像 他就这样子 因为包括老师教导我们 这个我像都不能去除 所以我们从小 学到的教育 都是一种无明像 虽然是一种教育 使我们更成为一个人格 但是还是不离无明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借用 文字以及过去的 这个音声的作用 我们可以回光返照 那么虽然是文字无明的教育 但也算是一种觉性的教育 也算是一种觉性的教育 如果我们今天不读书的话 那么这些经典完全看不懂 那很麻烦 会很麻烦 所以我们从小 小学生 他没有叫你要觉悟 没有的 从小就是立在一个我像里面 长大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但我们以前的老师 从来没有讲过说 我们身体是假的 所有追求都是痛苦的 你要放下 没有这样讲过的 你要有志气 所以我们老师都会出一个题目 老师都会出一个 我的愿望 你的愿望要做什么 从小大家都 还有些 如果你要了解他家庭 你就立一个题目 我的爸爸 他就把他爸爸取几个全部讲出来 所以那个老师如果 如果要了解他的家庭很简单 常常命 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常常打麻将 我的妈妈怎么样 你小孩子他很单纯 他什么都写出来 对不对 他就是说 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 然后再写我的家庭 我的家庭 他什么都告诉你了 所以做老师 要常常命这个题目 他 你就知道他的家庭 是多么的畸形 多么的畸形 底下 持利 这个是利比喻 出两句 是比喻真心 随着这个旺心而转动 而水不自动 所以本不动嘛 真心是不动的 因为无名的风波动 海水比喻真心 风比作无名 波比喻作夜市 次二句 彼得真望相依 水不自其波向 水本身不会动的 因为风吹才会动 所以水不离风向 离开风向哪里有水 水向可得呢 对不对 你风不吹的话 哪里有波浪呢 所以水向就是起波浪的意思 那 风不自现动向 风一吹的话 你知道风是什么向 来 试说看 同学们 风是什么向 来 试说看 说不上来 那当然你要看看海水 海水 啪啪啪 浪滔滔 海浪滔滔 风一吹来 而且看 哦 夜内有风 要不然风吹你的脸 你说风是什么向啊 是什么色的啊 是长的是短的啊 嗯 那风当然没有像啊 对不对 只是感觉一股良意啊 所以说啊 风不自现动向 依水而现啊 所以风不离水向 四位不相舍离 第五句鼻子真性不变了 显非自性动 本性从来就不动的 是仁者心动啊 仁者心动 但随他动也 但是随他动 木山巨比作旺 旺行灭 真心存在 动向 比作旺 那么 施性比作真 施性就是水的施性 还是存在的 风浪吹得再大 那么这个私信还是不会坏的 有水 非自信有洞 但因为 随风而现这个动向 如果风止灭了 如果无名停止了 水的动向就随灭 私信不坏 所以师父一直告诉诸位 不要强迫自己去烦恼别人的事情 不要强迫自己 分别不要强迫自己去执着 要全盘的身心 外在的世界通声放下 一念觉观 即得本心就恢复到 本来的面目 说难很难 不肯的人很难说简单很简单 一念之间就会恢复到 你的真如即自信 如是众生 自信清静心 因无名风动 无名的风动 心以无名 聚无形象 心跟无名聚无形象 无形无相 不相舍离 而心非动性 真心不是动性 如果无名灭 相续则灭 相续就是轮回 轮回 生灭 轮回的意思 你生灭就停止了 如果无名灭 意思就是说 你那一颗放不下的执着 如果放得下 那么这个生灭的执着 放得下 这个相续的连锁 连续的执着放得下 那么你的生死就停止了 所以我们一直想要拼命的了脱生死 我要了脱生死 我要了脱生死 他却不了解 要习心 歇及时菩提 他竟然不晓得要熄灭贪生死 他每天都在呼口号 说我要了生死 我要了生死 每天都在呼口号 但是他不晓得了生死 就在当下这一念 放下贪生死 就没有生死 因为这贪生死 是使我们分别执着的根源 那么使我们相续的执取的地方 所以放下贪生死的心象 本来就无一切像可得 主委你冷静想想看 当我们吃下去的时候 我们每天都在变化出来 排出来的尿粪便 都是不清新的东西 你今天你所有的抢兽 比如说你躺着一个比较好的床部 当你死的时候 人家那个床部不会让你躺的 会把你拖到客厅来的 顶多让一个客厅 客厅要让你放还不错呢 你一下子送到火葬场去的 送进冰库里面 同学们 我们内心里面冷静地想想看 这个事件说来很恐怖的 如果我们内心里面有一种喜悦感 喜悦感强烈地求生极乐世界 强烈地求生极乐世界 当你这一年一躺下去的时候 我才不稀罕那个弹簧床 我要到极乐世界去做什么 站在莲花上 所以我告诉诸位 真正人家古来高生大地 在求生极乐世界的时候 他宁可用他的牺牲 他的生命 他都不会动到一个退失 往生极乐世界的念头 你很简单嘛 你灵命中的时候 念佛也要死吗 你不念佛你还是要死吗 你那时候 我不晓得极乐世界存在不存在 我要不要相信 相信有没有极乐世界 怎么样 我要不要相信有一个极乐世界 同学们 你今天你不相信极乐世界 你能了生死吗 你不相信你能如何 那好 从以前到现在 那么多人 你去看看净土圣仙路的 几百千千万万人要往生的时候 那个天夜明空 那莲花献钱 那个都是假的 你开玩笑啊 你认为那是假的 那荧光大师那怎么讲呢 那烧出来几千颗设历子 他还没有往生 以前他一个礼拜 就叫他们赶快选住室了 八十岁的时候啊 他在十一月五号要往生的时候 十一月五号要往生 那时候我快要诞生了 所以说我们要了解 人家古来高生大的 那个求生极乐世界 和哪里是我们现在的修行人 一直在那边念念念念 自己又没有把握 然后念念念 又有分别执着 哪里都连生命都放下 我告诉你 我们修行今天不会成就 这是不自欺啊 我是一个不自欺的人 提不起正念了 提不起正念了 底下 赤法河 尽心河海域啊 因为无名风动啊 尽心绝海 我们本来是沉庭战吉啊 沉庭就是水停止不动的样子 叫做沉庭 战吉 战就是光明 极静 但是随这个无名的因缘 生诸适浪啊 产生种种的适浪 意思就是强烈的分别 如同浪涛一样无法停止啊 我们强迫自己分别 强迫自己贪生之 强迫自己追求 所以念心里面 无限的缺陷 无限的贫乏 有一个人追求外境 就可以体会到 我们人生活着有多么的缺乏 多么的无奈 多么的空虚 多么的不知足 这都是哪里 这都是一种错误 因为你有事 分别的意识形态 何因风波动来比 何因风而波动 来比 心跟无名这三句 那三句呢 却心以无名 具无形象 不相舍离 所以心以无名 这三句 就是心以无名 具无形象 不相舍离 这三句 和风水相依依 风跟水是互相依靠的 具无形象 为什么具无形象呢 因为清净心随眼 虔诚适浪 所以根本就没有心象 你要问 师父那真心是什么 我就告诉他 真心不是什么 那师父 智慧是什么 我现在讲话就是智慧 听不懂 本性跟智慧有什么关系 明心见性 那么这怎么讲 我说本性是站在体上来讲 那么心是站在智慧来讲 一体而起这个智慧的作用 那么心跟性 其实是同一体的 明心见性 明明了我们本来的智慧 恢复到本来的体性 就是明心见性 两个 在体来讲是性 在作用来讲 它是心 因为一体其用 色用归体 这是同一类的东西 所以 它本来就没有心象 真心就是无象 那无象怎么样 又可以显现在一切象里面 又可以显现在一切象里面 一切象不离真心 真心不离一切象 但是一切象 又不是真心 因为那都是无明 那心象是什么 心象不是什么 心象行诸作物叫作妙有 沉默 沉默 那就是念盘 然比四浪 就是无明 但是那个无明 无非就是静心 就是当下 无非就是静心 无非静心 就是当下 无非就是 清静心 然比四浪 但是那个无明 当下无非就是静心 所以无无明相 也没有所谓的 第一个是 第一个那个无 是无所谓的意思 无所谓的无明之相 无所谓的无明之相 因为无明无明的相也没有啊 是因为你错觉你的分别 所以你讲你有无明 如果你能离分别 你知足 经常贪生是没有 那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 河水因为风动 前程一波 全部就变成了波浪之相 所以没有水相 因为水相 水静止的时候是无相 无水相意思就是 水静止的时候是无相 海水静止的时候 就画一个水平线 都是平平的 没有任何的相 所以说无水相 风动之波 本来是水 风动这个波浪 它本来就是水 水也没有所谓的风相 没有所谓的风相 心非动者 你的心不动 保持一个路路不动的心 河水非动性 水本来就不是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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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明灭 就是根本无明灭 和封灭 封灭就是根本无明灭 意思就是说 你的分别执着 烦恼放下 那就没有这个东西 你今天追求外境 你追求什么 你今天追求外境 你在追求什么 你每天都在问自己 你就发现你很愚痴 你很愚痴 所有的追求都是妄想 湘西灭则夜市等灭 湘西灭则夜市等灭 夜市转世现世 这灭掉 而动向灭 所有的动态就全部停止 当你全部放下的时候 你所有的追求 剑向二分八四 印在你八四田中里面的 剑分跟向分都不起作用 真心就显现出来 自信不坏 什么叫自信不坏 虽然的本节 神解之信 神就是不可思议 解就是妙物 这个不可思议的妙物之信 本非动性 虽然的本节 虽然这个染物的本节 也有记住 不可思议的妙物之信 本非动性 所以不坏 永远不坏 何诗信不坏也 一个鲜明致敬相 第二 叫不思议夜相 讲到不思议夜相 我们看不思议夜相 不思议夜相 五十八页 不思议夜相 愿者以一致敬 依照我们修行 然后产生了智慧的清静 能做一切圣妙的境界 所谓无量功德之相 常不断绝 随众生的根 自然相应 种种而现 得利益故 简单讲 就是不思议夜相 简单讲就是 诸佛菩萨 三夜加倍众生的 外缘 简单讲就是 诸佛菩萨 他深口意 加倍众生 加持众生 作为众生的外缘 相应 此名本觉不失意夜用 本觉不失意夜用 因为本觉再禅 被束缘 被束缚着 众生 一或朝夜 乃云 夜历不可失意 夜历不可失意 诸佛菩萨 有不可失意 但是众生 有时候的愚痴 也不可失意 有时候众生 做的事情 你也会觉得 他为什么会做这种事情 你也会觉得 他很不可失意 佛菩萨的智慧 不可失意 众生的愚痴 也是不可失意 是奔到这种程度 怎么会做这种事情 奔到这种程度 那你会觉得 那无名很不可失意 所以这个夜历不可失意 紧出场环境 离开了束缚的禅 恢复到清静 圣人趁提起用 圣人一提起用 是为妙用不可失意 所以能做圣妙的境界 就像观世音菩萨 极灭现前 或两种殊胜 哪两种殊胜呢 上同诸佛的慈悲之力 下同众生的悲养 游养就是渴望 渴望